在19世纪的伦敦 马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泰晤士报》曾经预言 等到了20世纪 伦敦城的马粪会堆上天 这就是当时全欧洲都很头疼的 马粪危机 不过由于20世纪初 汽车出现并且被广泛使用 这场有点搞笑的危机就这样消失了 100多年之后的今天 困扰全世界的 是另外一个烦不胜烦的大问题 堵车 对城市居民来说 工作日的早高峰和晚高峰 简直就是人生过不去的两道坎 节假日也好不到哪去 想搞个自驾游 一准被堵在高速上 就像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代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 能过上不堵车的生活吗 当然可以 高德地图就联合阿里云 推出了一套神奇的制堵方案 城市大脑 智慧交通 所谓城市大脑 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人工智能中枢 它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来对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进行智能调节 而智慧交通正是这个智能中枢的 一个重要功能模块 这个模块主要负责调节 城市中的交通状况 那到底是怎么个调节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例子 徐征发过这样一条吐槽的微博 人生五大过不去 生老病死大山子 这个以堵车堵到天荒地老 而闻名全北京的路口 能让每个经过的人 等红绿灯等到怀疑人生 其实在全国很多城市 红绿灯配食不合理 常常是造成局部拥堵的原因之一 而科学的信号灯设置 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能够对全城的信号灯 进行动态的配时优化 让每个路口的红绿灯时长 随着交通状况灵活变动 从而直接缓解拥堵 比如路口某个方向车流量变大 大脑在全局势角下经过计算 将这个方向的绿灯通过时间延长 同时缩短其他几个方向的绿灯时间 这样就大大提升了通行效率 避免了路口拥堵 等这边车辆少了 大脑会自动重新规划 始终保证红绿灯时间 与车辆数的合理匹配 2018年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接管了中山市区 全部143个路口的红绿灯 上线之后 通行效率提升显著 这个地区高峰期 平均车速环比提升了5.7% 停车次数下降了8% 在杭州的信号灯 智能配食试点区域 高峰期平均车速提升了15% 平均拥堵时间下降了9.2% 生活中 各位车主也许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看右导屏 或者是听交通广播 提醒前方路口严重拥堵 你大费周章绕到另一条路上 发觉这表堵得更厉害 顿时气血攻心 这可能是因为 大家全都在往同一条路上绕呢 在城市路网中 常常出现类似的现象 某个路段发生了拥堵或者线流 可能就会给其他路段 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它会通过感知整个城市的路网交通情况 来预判各个路段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车流量 然后通过导航引导的方式 对出行的车辆进行动态分流 从而避免任意路段的拥堵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高德地图与江苏高速交警组队合作 通过拥堵提前预判和动态交通流分配 使得高速拥堵指数同比下降了66% 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 或者是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新闻 救护车在出行高峰期遭遇堵车 沿途自家车纷纷让出生命通道 虽然人间自有真情在 但我们能不能通过更加智能的方式 为生命保驾护航呢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就针对各类紧急事件 开发出了一路护航的功能 用来保障120、110、119 这些特殊车辆的优先出行 比如医院一接到急救电话 大脑就会为救护车规划出一条最快的路线 并且实时调控沿途的信号灯 保证救护车一路绿灯通行 另外他还会将救护车的情况 通过高的地图通报给周围车辆 提醒避让 这样就开辟出了一条争分夺秒的生命线 在城市大脑智慧交通试点的杭州市萧山区 救护车到达事故建厂的平均时间 节省了50% 在未来 这项功能还有可能汇集 每一位有紧急通行需求的普通人 除了上述三种功能之外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未来还能实现停车诱导 路权分配 多参与诱导等功能 所有的一切 只为节约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出行时间 未来三年 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将在北京 上海 杭州 青岛 中山等50多个城市全面落地 预计每天服务6亿人 节约2亿个小时 城市拥堵下降20% 他们的心愿是 让天下没有拥堵的城市 三年 城市拥有 阻断